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在星期三完結 考試已成定局 但有家長質疑 無權為子女決定是否報考 學校就說我要問法團校董會的批准 才可以決定你的子女考不考 我覺得是很荒謬的 為何我們不能夠 我們身為家長監護人 為何不能夠決定我的子女考不考呢 即是法團校董會可以決定我的子女的一切 這樣就是匪夷所思 他又質疑學校仍有操練 但作為家長的就被蒙在鼓裡 原來操練了我們不知道 我問我兒子的時候 原來有的 有操練的 TSA的問題是否和你平時派給你操練的功課有相關 他回答了是類似的問題 是類似的考試題目 其實是有操練的 不過就異形換影了 放在課堂中操練 另外 家長聯盟在上星期三起 在網上收集了超過600份問卷 結果顯示超過九成的小學家長 贊成取消TSA 也有九成人要求 學校給家長決定 學生考還是不考 聯盟促請教育局 全面檢討TSA制度 又要求學校 就是否全級報考TSA 咨詢家長意見 Live TV記者 廖樂欣報導 全歡迎 保佑 全面討TSA制度